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车并且拿到驾照的王俊凯已经开始在路上自己当司机了 虽然最开始不太熟练 也闹过很多小尴尬 但是还好现在他的车迹已经很熟练了 所以只要在北京 只要没有太多限制 小凯都会开自己的车上班 这次北京离千禧的生日会场地挺近的 所以小凯选择了开自己的车去 而且据很多粉丝说 王源也在小凯的车上两兄弟一起过来的 所以粉丝也没有所谓的前线图了 在千禧生日会结束之后 小凯就坐着自己的车 反乘了小凯的车上还有一个人 就是小马哥小马哥开车小凯坐在副驾驶赛场外 有粉丝看到王俊凯之后 一直哄喊小凯 小凯也非常恶心 一直没有把车窗搖上去 而且还等粉丝打招呼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幸运的粉丝 被小凯注意到了 小凯开着车出去了 粉丝都还在后面追着 但是恰好有一位粉丝正在坐车 然后小凯的车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当时只有这一个粉丝看到了小凯 还喊了他 就被小凯注意到了 还盯了他好记忆 这真的非常幸福 不过粉丝拍的照片中 透露出了好几个信息 第一个就是小凯穿的衣服 还有一个是小凯车外的贴纸 照片中 虽然拍得很模糊 但是还是基本能看出小凯的衣服 小凯穿的外套 正是去年春晚彩排后穿的 一年多 小凯依然还保留着这件衣服 也是非常节省 还有粉丝注意到小凯的车上 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贴纸 王俊凯的像是周杰伦 而且还是那种鼓灰机的 小凯把周杰伦当成人生的方向 想要成为周杰伦那样的人 在喜欢周杰伦的同时 自己也是追星名家 不仅多次和偶像同台演出 而且还经常和偶像和照聊天 最重要的就是偶像还给自己写歌 直到现在 见到偶像的王俊凯 依然会感到很紧张 王俊凯真的非常长情了 一直保持着初心 他从小就一直喜欢的周杰伦 而且还是越来越喜欢 不仅经常唱周杰伦的歌 还经常去演唱会 但是没想到王俊凯追星也有小心思 王俊凯车上的贴纸就和周杰伦有关 周杰伦曾经有部电影投文字B 电影情节中周杰伦饰演的男主拍 这一辆印着藤原豆腐电的车 后来周杰伦就开了一家藤原豆腐电 王俊凯把这个贴纸贴在自己的车上 真的是在暗戳戳追星 这一举动也是被粉丝调侃 和我平时追你是差不多的 哈哈 发现了这个小细节的粉丝 仿佛获得了一个大秘密一样 真的是你追的人也在像你追他一样 追着别人听着 是不是挺绕耳不管了